各位同学好 在我们之前的单元呢 已经为同学介绍酸锁器 以及正反器的实现 不过呢 在这个小单元里头 我们要针对的就是 blocking以及non-blocking assignment 来进行更详述的一个说明 让同学了解 这样子的一个描述方式呢 在实现电路上 有什么样的一个 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赶紧来看看 今天的课程 好 那再讲到这个部分呢 我们不免要跟前面的 组合逻辑电路来做一个连接 所以我们先来看到的是 例子一 透过组合逻辑blocking的描述方式 来做介绍 我们透过一个很简单的电路 来呈现 所以呢 一开始呢 先将它的界面描述清楚 再来就要描述它的行为 模型 那特别注意一下 我们必须把所有输入信号 透过准备出发的方式呢 放到我们的事件 表示室里头 然后再来根据 它的运算式来描述它的电路行为 最后不要忘记 以end module作为结束 那我们来看看 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是如何进行的 当ABC有变化的时候 就会触发了行为区块 所以它会开始先执行第一个 好那我们知道啦 blocking assignment它是一个 有顺序的一个描述 所以它会先执行第一行的叙述 并且把它的值呢 做一个更新 所以此时呢 AX就会被更新为新的结果 再来执行到下一个叙述句的时候 Y也会被更新成新的值 好那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就是很符合组合逻辑电路的行为啦 输入马上影响输出 好所以在这个例子里头 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描述组合逻辑电路 blocking assignment 是比较好的一个叙述方式 接下来我们看到 假设我想描述 同样的一个组合逻辑电路 但是我把blocking assignment 改变成non-blocking assignment 到底又会变成什么情形呢 好那可以看到这里的例子2 与刚才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变成了一个non-blocking assignment 那它会怎么样去描述这样子的行为呢 当ABC有变化的时候 先执行 好这里因为是non-blocking 所以它在解读这样件事情的时候 第一行的叙述句 它会先更新右边的结果 但是不会把它的结果反映到x端 然后它会再进行下面的这个叙述 同样只更新右边的值 但是不会更新到y 那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更新过去呢 将会是在end结束的时候 同时将x跟y做一个更新 因为我们知道 non-blocking assignment是一个 并行处理的一个概念 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其实并不符合组合逻辑的电路行为 对于组合逻辑电路行为 它实际上不需要等别人 或是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发生 才会改变它的值 输入一定马上就会产生变化到输出端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 它实际上不是很适合用来描述组合逻辑电路 不过同学可能会发现了 不管在组合逻辑电路你是使用blocking还是non-blocking 它最后模拟出来的电路结果 其实都会跟blocking是一样的 好但是还是建议同学在描述组合逻辑电路的时候 希望使用的是blocking assignment 而不要使用non-blocking assignment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就是另外一个例子 一样是组合逻辑的例子 而且是blocking的一个描述 好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也是一个简单的组合逻辑电路 好那我们一样把它的描述给描述出来 好透过ABC有变化的时候影响输出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描述X跟Y的情形 最后n-blocking作为结束 那在执行第一行叙述句的时候呢 它的X就会直接更新为新的结果 再来呢执行到下面这个叙述句 Y也会更新成新的值 不过这里特别提醒同学一下 它是用刚才已经更新完的X的新的值 来产生新的变化 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确实就是符合这个组合逻辑电路的行为 因为毕竟A跟B的改变会影响X X的改变又会影响Y 所以当然是得用blocking assignment的方式 来描述这样子的行为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是 如果我把刚才的这个描述方式呢 也是把它变成一个non-blocking的行为 它又会怎么去解读这样子电路呢 好在一开始的这个叙述句 它一样是指更新右边的值 而不会把它改变X 在执行到下一个叙述句的时候 我也是更新右边的结果 但是一样不会直接更新到Y 所以也就是说这里 我更新右边的结果 它实际上是用X 未改变之前的旧值 来当作它的变化 来产生右边的结果 最后呢会在end的情况下 同时更新X跟Y 那么特别提醒一下 这时候Y被更新的值 是利用X的旧值来进行设定的 所以这样子看完了这样子的一个描述 就会发现实际上这样子的行为 不是符合我们左边的这个电路行为 因为此时的X必须用到旧的值 那什么情况下必须用旧的值呢 就是我必须要有一个储存元件 才有办法拿出它旧的值啊 所以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组合逻辑 电路该有的行为 所以在这个例子呢 我们会发现模拟的结果 并不会Blocking Assignment相同 所以这里特别注意一下 不过很神奇的就是 像我们使用的Quartist的那套工具 因为它包含了合成器 这个合成器呢 它一样会把这样子的一个 Non-Blocking的叙述 看成是与Blocking相同的一个结果 所以它还是一样会合出 左边的这个电路图 那是因为合成器它会认为 今天你就是要描述一个组合逻辑 所以它就会直接帮你做修正 不过还是不建议同学 在组合逻辑电路的时候 使用Non-Blocking Assignment 因为这会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你模拟的结果 与合成完电路的结果 可能没有办法相对应 这也可能会造成 你在电路设计上面 在判断正确还是错误上 出现了一个问题 所以记得组合逻辑电路 就请使用Blocking Assignment 来做描述哦 看完了组合逻辑电路 我们再回归到本单元的重点 也就是循序逻辑电路 在我们之前的课程有讲过 循序逻辑电路建议同学 使用Non-Blocking Assignment 所以我们先以 Non-Blocking Assignment的 叙述来做介绍 我们将刚才那个 简单的组合逻辑 在它的输出端 加上两个正反器 就会变成一个 循序逻辑电路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一样把它的输入 输出交代清楚 那么因为是循序逻辑 会用到正反器 所以它透过的是一个 边缘触发的clock 来进行条件的描述 内容我们就会使用 Non-Blocking的方式 来描述ax跟y的结果 最后不要忘记 end module作为结束 好了 那我们来看看 这样子的叙述句 到底是如何进行的 Non-Blocking Assignment的特点就是 叙述是同时进行更新的 所以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在一开始呢 它会先准备好右边的值 但是不会直接影响 x的结果 在执行到下一个叙述句的时候 也是先把右值准备好 但是y也并没有被马上更新 那什么时候更新呢 就是在end的时候 同时将x跟y做一个更新 也就是说在clock证源发生的时候 然后x跟y会同时改变它的结果 变成一个新的结果 那么同学想想看 这样子的行为 是不是很符合我们的 循序逻辑电路的行为呢 没有错 如果在我们电路里头 所有的正反器 都是吃同一个clock来源 照理说 所有正反器都应该是在 相同的clock证源发生的时候 去做一个值的变化 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就必须使用non-blocking的方式 来描述才是正确的 所以这里特别提醒同学 循序逻辑电路 请使用non-blocking assignment 来进行描述 那么我们来介绍是 假设我们今天使用的是 blocking来描述循序逻辑 又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呢 好 我们把刚才的例子 直接换成blocking assignment 我们看到的就是 一开始x会被更新成新值 然后y也会被更新为新值 那由于 这个是一个 有顺序描述的一个方式 在这个例子上看起来 它的确不符合循序逻辑电路 因为它并不是ab变化 就应该直接影响x 应该是在整个结束之后 大家一起改变 不过在合成的一个过程 它会把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设定成跟non-blocking的行为 是相同的 所以勉勉强强 它还是可以接受 而且模拟跟合成都一样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另外一个例子 假设我今天描述了一个 循序逻辑电路 好 那一样是透过正元触发 好 那我们今天一开始呢 是a or b变成x 然后再来是x and c 再设定成y 一样都使用non-blocking来描述它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电路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一开始先更新右边 保留 好 x尚未改变 然后再来执行到下面这个叙述句 一样 好 这里可以特别注意一下 它是使用x的旧值来更新右边的值 但是一样还没有更新到y 什么时候做呢 就是在and的情况之下呢 同时将x跟y的新的结果 把它更新过去 那么这样子做出来的电路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好 我们可以看到 也就是一开始的x会在它的输出端变成一个正反器 那由于我们刚刚看到了 y的值必须是使用x的旧的值来进行更新 所以旧的值应该是从x经过正反器输出的结果来产生 所以可以发现在这里的结构必须是由x这个正反器的输出 跟c去做and 才会产生出y 那因为y也是透过正元发生的情形 所以y也会产生正反器 所以出来的一个循序逻辑电路的样子就会如左边所示 那我们最后来看到就类子8的部分 如果我把刚才的那个电路描述通通换成blocking assignment 又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呢 执行第一行叙述据的时候 x就会被更新成为新的结果 再来执行到下一个情况的时候 y也会更新成新的结果 而且会使用刚才x就更新完的结果 来产生出我要的结果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做出来的电路又会呈现什么样的情形呢 一开始 因为x它会合出一个正反器 那么y因为是用x已经更新完的结果来产生 所以是从a跟b产生完的结果 马上跟c进行and的动作 所以这里会发现 y它前面包含的组合逻辑电路是这个样子 跟刚才的电路就完全不一样咯 好所以特别注意一下 在循序逻辑电路 如果使用blocking assignment 会因为你描述的顺序 影响你电路输出的状况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头 模拟跟合成都跟non-blocking assignment是完全不相同的 所以在使用blocking来描述循序逻辑电路的时候 就要特别的小心 最后我们将blocking跟non-blocking这样子的一个描述句来做一个总结 第一个就是组合逻辑电路 请使用blocking assignment 也就是一般的等号这样子的一个描述方式 因为它符合组合逻辑电路的行为 再来如果是循序逻辑电路 就会建议同学使用non-blocking assignment 也就是我说的键号等于的方式 那因为呢 这种描述方式是符合循序逻辑电路的行为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是 同一个行为描述区块 不要混合使用blocking或是non-blocking 什么意思呢 好下面这个一个always的这个行为区块 我们会发现在里头 有一行叙述句是用blocking assignment 另外一行叙述句是用non-blocking assignment 这样子是一个不行的用法 好那可能在编译的时候就会出现错误 各位同学在这个小单元 为同学介绍了blocking跟non-blocking assignment 在电路当中实现的差异性 那么希望同学未来在实现组合逻辑电路 请使用blocking assignment 再实现循序逻辑电路 请使用non-blocking assignment 好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进行的是整个单元的回顾的部分 好在这里呢我们一开始呢 先让同学回顾了一下循序逻辑电路的特性 再来呢也就是它是输出会与前一个时刻的输入跟输出信号有关系 然后会包含了反馈线以及记忆元件 那么我们也透过一个酸锁器跟正反器的比较来告诉同学 好 酸锁器就是准备触发 正反器就是边缘触发 然后也告诉同学 好 最好未来实现循序逻辑电路 希望使用正反器的方式来实现 好 那 再来我们看到了就是酸锁器的实现 在这里呢我们希望同学使用行为描述模型来进行 描述 然后可是因为我们前面有讲过 酸锁器是一个不稳定的储存元件 所以希望能够尽量避免使用它 那正反器的实现的部分呢 也是一样要透过行为描述模型来描述一个正反器 那会有同步跟非同步的重置 好 再来呢最后我们提到了就是blocking跟non-blocking assignment的差异 好那希望同学一定要记得 组合逻辑电路使用的是blocking assignment 学序逻辑电路请使用non-blocking assignment 各位同学 好在这个单元的第一个部分到这边就告一段落了 那在这个单元里头我们讲述的是一些比较基础的概念 但是这些概念呢对未来大家在实现电路都是非常的重要 那也希望同学能够把它记下来 那我们在后续的这个部分呢 还会利用这些单元来进行电路的设计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